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呢 我是在电影中我非常想把极端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结合起来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我的影片太过于私密 太过隐私 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社会 整个社会和国家恰恰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 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 非常深刻的呈现个体的生命状态和他的精神状态 那么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也可以被非常丰富的 非常立体的 非常可信的呈现出来 况且我以我的方式就是以身体来介入到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在这五年之内发生的各种事件 各种运动当中去 我觉得我是做到了把这种私密性和社会性结合得非常好 这一点我非常有自信 另外我非常喜欢介入到各种极端的体验当中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在艺术家才能把自己的作品非常浑然天成 非常自然地达到一种境界 而不需要去表演 谢谢大家